有些不知的原因,人们被冤枉了几个回合,被冤枉了犯罪,被冤枉了犯罪,这犯罪是无意的,不幸的,小沙亚区已经被冤枉了几个月的犯罪了几个星期。 美国当地,特别是华人圈子里引起了渲染大波,因为作为一个移民海外的华人,特别是第一代移民,大多数人都跟徐莉莉一样,并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 他们必须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先前的付出和劳动,才能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站稳脚跟。 遗憾的是没有一个国家是天堂,社会的动荡,枪支的泛滥,种族主义的崛起,给本来就弱势的外来移民带来了更多的惶恐和不安。 而徐莉莉的案件之所以引起了大家的共情,是因为从她的身上,很多人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撇开医生的职业不说,她就是一位朴实,正直,善良的第一代移民。 那么到底是谁犯下了这起凶案,这起案件的背后还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故事还要从美国加州的城市,奥克兰讲起。 奥克兰是美国加州的第三大城市,减次于旧金山和圣河塞,人口大约40万左右。 奥克兰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它的北边坐落着美国最顶尖的大学之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它的西边就是旧金山,两个城市只隔了一条河。 作为旧金山的卫星城市,奥克兰的房价比旧金山便宜了不少。 优质的教育资源加上更多的工作机会,吸引着外来一面不断的涌入。 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奥克兰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华人商圈,规模上甚至可以比肩隔壁的旧金山唐人节。 而我们今天的主角徐莉莉就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在奥克兰的华人商圈里站稳了自己的脚跟。 徐莉莉出生于1962年8月4号,成绩出众的她之后考入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也就是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1985年,23岁的徐莉莉顺利从医科大学口腔系毕业,之后她进入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是该医院口腔科的主治医生之一。 在上海当医生的这段时间里,徐莉莉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家庭。 几年之后,她的丈夫得到了去美国建修的机会,为了一家人事业更好的发展,同时也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育。 在上海当了九年的医生之后,徐莉莉最终选择移民美国。 1994年,32岁的她带着年幼的儿子路易拿着陪读签证来到了美国的爱荷华州。 在丈夫顺利毕业之后,一家三口又从爱荷华州搬家到了加利福尼亚州。 遗憾的是,徐莉莉的丈夫此时决定回国发展,而她自己则选择和儿子路易留在加州。 双方无奈分开之后,徐莉莉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当起了一个单亲妈妈。 虽然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她是一名受人尊敬的牙医,但是在美国行医的话,她必须要重新考取牙医执照。 而此时的徐莉莉已经是要奔四的年纪了,没有了丈夫之间的支持,她只能一边打工养家,一边照顾年幼的儿子。 她知道自己没有后路,她必须拼尽全力,为了自己,也为了年幼的孩子。 白天的时候,徐莉莉会去别人的家里做保姆,帮别人做清洁,帮别人烫衣服。 靠着这些微薄的收入,她勉强可以支付房租,孩子的学费和日常生活开销。 她必须精打细算,节省不必要的开支,甚至在儿子过生日的时候,她都没有多余的钱给孩子买礼物,只能用家里简单的食材,自己动手做了一个生日蛋糕送给儿子。 晚上的时候,已经一身疲惫的徐莉莉还必须强达起精神,因为这是她仅有的学习时间。 英文一般的她,买来了一本字典,每天熬夜苦读。 她要学习英文,她要考G阿姨,她知道只有自己重新当回了牙医,她才可以彻底摆脱困境。 几年之后,徐莉莉的辛勤付出,得到了回报。 她考入了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通过实习之后,终于拿到了期盼已久的牙医执照。 她在奥克兰的唐人街开设了自己的牙医诊所,凭借着出色的医术和爽朗的性格,牙医诊所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徐莉莉做人比较实在,她不会像其他医生那样推荐一些昂贵的项目,反而会根据实际情况给客人中肯的建议。 她会给那些没有医疗保险的人们主动打折,会给一些穷困的教会牧师免费服务。 她的这种实实在在的做生意的态度,让这个不大的诊所每天都排满了预约。 很快就赚到了钱的徐莉莉,又在附近的Castro Valley开设了自己的第二家牙医诊所。 员工也从一开始的三个人,发展到了14个人。 有了两家诊所之后的徐莉莉可谓是苦尽甘来,她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 在奥克兰购买了一栋价值400万美元的别墅,之后在上海也有了一栋投资房。 除了房地产领域之外,她还投资了人寿保险、信托基金和其他一些公司,所以钱对她来说已经不是问题了。 此刻的她需要的是,有人来帮她打理这些钱。 正巧这时候徐莉莉的一位客人表示,自己的儿子是在加州从业多年的理财顾问,如果需要投资理财的话,不妨联系下看看。 而这位理财顾问就是尼尔森谢。 他比徐莉莉大13岁,移民美国多年,一直从事保险和理财业务。 在1977年,尼尔森还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Westpac。 名字和澳洲四大银行之一的Westpac很像,但是少了一个T,所以这两个不是一家公司。 尼尔森和徐莉莉见面之后相谈甚还,两个人很快就成了朋友,随着时间慢慢的退移,友情慢慢升级成了爱情。 尼尔森家境优越,事业有成,平日里不是开着宝,直接就是便利。 他跟徐莉莉一样都是有钱人,也都离过婚,和前妻余有三个孩子。 截止到2022年,两个人在一起同居已经十几年了,但是依然没有结婚的打算。 已经70多岁的尼尔森在退休后,继续着自己唱歌的爱好,而徐莉莉每周只工作一到两天, 把剩下的时间花在了练习芭蕾舞上。 一时无忧的两个人可算是妥妥的中产阶级,小日子过得真是羡煞旁人。 2022年8月4号,徐莉莉迎来了自己的60岁生日。 她的朋友们在阳台上给她举办了一个小型的party,大家有说有笑,气氛非常热烈。 遗憾的是没有人能预料得到,这将是徐莉莉度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因为仅仅17天之后,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彻底毁灭了她的一切。 2022年8月21号,礼拜天,在下午2点左右,徐莉莉和尼奥森一起准备去小西贡附近的一家按摩店放松下。 小西贡是当地颇受欢迎的商圈,集中了不少越南和华人的商家。 监控显示,当时尼奥森开着一辆奔驰轿车,副驾驶位置坐的是徐莉莉。 他们两人来到了目的地,刚把车停好的时候,一辆白色的雷克萨斯轿车突然从后边驶来。 车上跳下了一名歹徒,绕到了副驾驶的位置,对刚下车的徐莉莉连开三强,然后迅速上车,逃离了现场。 整个过程干净利落,只用了不到6秒。 近恐怖已的尼奥森抱着身受重伤的徐莉莉,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 但是当急救人员赶来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差不多20分钟。 在被剪驶送去附近的医院急救之后,医生宣布她的伤势过重,在当天下午不幸离世。 我认为她的伤势。 她被她造成的 她的感情是很很 Special Nalson Shaw held a special bond 跟她的很期待 LILLY SU 臨序的秘密 最高的抗生化 而高的就有优秀 高的契纳和 IC烈之専 LİTERALLY 她的新闻 她的必要 她和 begrud 她被她的 许莉莉的不幸遭遇 立刻成为了当地最轰动的新闻 奥克兰的华人群体 非常不满近期频频发生的针对亚裔 特别是华人群体的暴力事件 案发的一天后8月22号 当地华人组织了示威游行 表示要捍卫亚裔生命权 他们指责警方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 使得奥克兰当地的社会治安问题越来越严重 光是在过去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 就已经连续发生了多起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 在徐莉莉遇害的一个月前 7月17号 同样是一个礼拜天 华人送餐员冯干河 同样在小溪公社区附近遇害 当天上午 他正坐在自己的车里 等待着自己的下一个送餐订单 突然一个黄色和一个黑色衣服的男子走了过来 直接打开车门要对其抢劫 在冯多叔抵抗之后 两名男子直接开墙 封干河不幸重担离世 两名歹徒在没有拿走任何财物的情况下 迅速逃离了现场 在朋友和家人的眼中 52岁的冯是一个积极上贱的人 在一家仓库有着全职的工作 但是为了补贴家用 他会在周末放弃自己的休息时间 去做兼职的送餐员 他的离世 不仅给他的家人 也给当地华人社区的安全蒙上了一层阴影 然而就在逢离世的不到仅仅两周 2022年8月1号 小溪公社区的多家店铺 再次遇袭 四名歹徒趁着夜色 闯入了附近的餐厅 洗衣店等 在里面顶着震耳欲聋的警报声 大肆洗劫里面的财物 尽管有了防盗门 有了警控 有了警报系统 但是人家歹徒们根本不怕 直接从屋顶砸洞跳了进去 而且在第一次警铃响起之后 警察们花了差不多三个小时 才赶到了现场 那时候四名歹徒早就没了踪影 警方归宿的出警和消极的处理态度 也让当地的业主和居民们 心里彻底凉头 警察靡屁 警察靡烦 警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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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警 警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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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 opland businesses easy wrist it on cu cross from casting shower, I have to look alo you know what would what k both are moving out. My plain for awhile and it's just pro 商家被盗的事件刚过去不到三周 就出现了徐莉莉被袭的案件 长期以来积攒的种种不满和愤怒 让当地华人在这一刻彻底爆发 他们谴责当地政府无能 表示警方对于频繁发生的 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和抢劫等事件 一直没有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 这种犯罪和抢劫的事件是非常奔恨 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 是一样的事件! 有很多批评的事件! 一种的方法去解决这种犯罪 是要有警察的存在区域 我们知道这种犯罪不只是几个月或几个年纪 这种犯罪不只是几个年纪 我们知道这种犯罪的困难 迫于压力 当地警方增加了奥克兰地区的警力 同时也积极地追查案件的凶手 就当大家都以为徐莉莉一案 又是一起针对华人的仇恨犯罪时 案件却迎来了重大反转 奥克兰当地的华人老板叶志浩 主营监控设备的生意 当时徐莉莉和尼奥森准备去按摩的那家店 里面的监控设备也是叶志浩安装的 在徐莉莉被袭治后 他在华人社区里公布了按摩店外的监控录像 因为他在监控里发现了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案发的当天 凶手至少有两个人 一个负责开车 一个负责抢劫 但是负责抢劫的嫌犯在下车后 没有直接去抢离他最近的司机尼奥森 却绕了一大圈 跑去了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徐莉莉 而且一句话也没说 直接就开枪 完事后也没有拿走任何财物 直接就跑了 如果说这两名歹徒是仇恨犯罪的话 那么为什么他们要舍尽球员 特地绕过尼奥森去杀徐莉莉呢 如果说是求财的话 为什么全程没有一句话 没有让两人交出钱包手机等财物 而是直接开枪呢 通过仔细的查看监控视频 耶知号发现 嫌犯的这辆白色轿车 在案发的半小时内 一直在附近的几条街绕圈 好像是在专门等待徐莉莉一样 而在这个期间 先后有两辆巡逻的警车经过 通常来说 如果是一般的预谋抢劫 在看到附近有频繁的警车巡逻之后 歹徒们都会寻找 其他更安全的地方作案 不会继续留在原地 但是这个车子却不一样 她好像提前知道了 徐莉莉会来这里 专门把车停在了 附近街道的一棵大树下 在看到了徐莉莉的 奔驰轿车出现后 白色轿车马上跟了上去 在几秒钟的时间里 就完成了一切 耶知号把监控数据交给了警方 随着案件的深入 警方逐渐把目标 锁定在了徐莉莉的伴侣 是年73岁的 尼尔森身上 通过调查 警方发现案发当天的按摩服务 是尼尔森打电话预约的 而徐莉莉的几个好友 在对警方表示 徐莉莉本人 其实并不是很喜欢那家按摩店 徐莉莉离世后 作为她的男友 尼尔森拿到了100万美元的人数保险赔偿 但是这些钱 显然满足不了她的胃口 案发的一个月前 尼尔森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徐莉莉名下的多个银行账户 而且背着徐莉莉 私下联系了她的经纪人 要求她的经纪人 把徐莉莉名下的巨额保险基金 转移到她自己和她儿子的名下 警方认为 徐莉莉总计高达1200万到1400万美元的财产 才是尼尔森的最终目标 案发之后 尼尔森虽然在媒体面前气不成声 但是在徐莉莉被送去医院之后 她并没有过去陪伴 在她离世之后 尼尔森甚至都没有出席她的首页悼念活动 而是让她的朋友带为过去参加 在案发之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 身家不菲的尼尔森也没有拿出一分钱做悬赏 反而是靠着当地警方和华人群众 集资了2万多美元作为悬红 通过追查尼尔森的手机通话记录 警方发现在案发的一个月前 尼尔森和一位名叫哈希姆·贝森的人频繁通话 哈希姆·贝森十年35岁 曾是一名半职业的网球选手 在国际网联的网站上还留有她的名字 尼尔森本人很喜欢网球 哈希姆作为她的教练和朋友 平日里就经常和尼尔森在一起 警方认为尼尔森招募了哈希姆作为帮凶 在7月份就制定好了计划 哈希姆提前知道了徐莉莉当天的行程安排 早早就埋伏好了 而警方对这个哈希姆其实是很熟悉的 因为在作为网球运动员之前 他还曾因为袭击他人被捕过 早在2012年的时候 哈希姆才25岁 还是一个阳光热情的小伙子 他参加了当地社区的一个反对农田商业化的活动 当时奥克兰的一处农田 是属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加州伯克利在完成了农业研究之后 打算把这块农田重新规划成零售商店 私人住宅等 这项计划遭到了当地社区环保人士的抵制 而哈希姆就是其中之一 在之后的游行中 哈希姆和别人发生了肢体冲突 被捕之后 他的指纹和DNA在警局里被拦案 从阿发当天的监控可以看到 嫌犯在绕过徐莉莉车子的时候 由于跑得太快 他下意识地用手按了一下车后备箱来减速 而正是这个不起眼的动作 让见识人员在后备箱上 采集到了嫌犯的指纹和DNA 通过比对和哈希姆的完全吻合 案发的两个月后 10月27号 警方带着搜查令 突击检查了哈希姆的住处 在他的家中 警方发现了多把枪支 其中的一把通过IBIS的鉴定 证实就是杀害徐莉莉的作案凶器 在逮捕了哈希姆的同时 另一对警方也在Nielsen的家中将其逮捕 遗憾的是仅仅过了一天 10月28号在下午2点左右 监狱的守卫 发现10年73岁的Nielsen 已经在狱中上吊身亡 尼尔森的离世 除了肯定他是主谋之外 也让暗金的一些细节 永远都成了不解之谜 最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他的作案动机 因为就财富而言 他看上去并不缺钱 不算自己的房产 光是汽车 他就有一辆宝马 一辆保时捷跑车 和一辆便利 生活上不敢说是衣食无忧 但至少也不会为生计发愁 徐莉莉的朋友们表示 Nielsen和徐莉莉交往了十几年了 平时他总是面带微笑 很会带人处事 但就是讲话的时候 眼神会时常游离 让人不亲近 给人感觉怪怪的 自从认识了Nielsen后 徐莉莉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因为Nielsen平时的喜欢唱歌 喜欢音乐 徐莉莉之后也开始学习芭蕾舞 学习钢琴 感觉上是有点迎合Nielsen 之前徐莉莉都是大大咧咧 自信满满的 但是和Nielsen交往之后 他开始非常在意自己的形象 很担心自己会发胖 徐莉莉的一位朋友还表示 案发的前几天 徐莉莉已经决定要和Nielsen分手 这或许直接刺激了Nielsen 让他最终下定了决心 要除掉女友 而通过采访Nielsen的儿子Byron 人们逐渐对Nielsen这个表里 不一的伪君子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Byron表示 自己对父亲的离世一点也不难过 反而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那是一种最好的批评 在电视台上 我看过这一段视频 就像他整个生命之一样的事情 就是批评人们 我看过这一段视频 他拿着电话 他扔了它 他扔了我鼻子 破了我鼻子 破了我鼻子 破了他 他说他父亲的狼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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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 不太多见斩 但是警方公布了一辆白色的特斯拉汽车 该汽车在暗发前后 曾经在暗发地出现过 至于这辆车和逃跑的司机有多大关联 警方并没有透露太多 在Nielsen被捕的五天前 10月22号 他还筹办了一个以纪念徐莉莉为主题的慈善音乐会 票价从50美元到200美元不等 在他被捕之后 人民形容Nielsen这是在吃人选馒头 而作为主办人的Nielsen 在音乐会上一盏歌喉 演唱了多首歌曲 其中的一首曲子是 曾几何时 身穿一身黑色西装的Nielsen唱道 曾几何时 一个眼里有月光的女孩 把她的手放在我的手上 诉说她如此爱我 但那是从前 曾几何时 再也不会来了 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 也许正是徐莉莉一生 对她的感觉 她全心全意地付出自己的爱 没想到这个仪表堂堂的Nielsen 不单是一个自恋狂控制狂 而且还是一个会演戏的 惺惺作态的冷血杀手 那么对于今天的案件 你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 发表你的看法 如果在恋爱的时候 遇到一个超级自恋 控制欲极强的另一半 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了 跟往常一样 大家要记得照顾好自己 爱你们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